生态龟缸里的新成员,今天发现一只登高晒背的草龟,幸亏东龟先生吸取了之前龟苗越狱的教训,将这些雌孤,水昌浦的金肝提前捆了起来,使其离开缸壁,否则这只龟又越狱了,在观察这只龟的时候,突然在这同植物下面,发现了新物种,一群小鱼苗,这缸里有圆尾斗鱼,黄有鱼,石纹鱼,草金鱼,泥丘,黑壳虾和小龙虾,看着鱼的形状,估计是石纹鱼苗, 也只有石纹鱼,才有可能突然就出现鱼苗,因为石纹鱼是懒胎生,直接生小鱼苗的,这群小鱼苗大脑袋蝌蚪一般,模样还是挺可爱的,只不过这缸里除了乌龟以外,能吃它们的天地太多了,国豆,黄有,泥丘,草金鱼,小龙虾,甚至连黑壳虾估计都可能吃了它们,能不能顺利活下去,就看它们的造化了,有人会说,将它们转移到单独缸里就好了,其实自然界中的动物,就是吃与被吃的关系, 这就是生态,既然东龟先生管这种龟钢叫生态钢,那就随它们自生自灭吧,看来以后黑壳虾,石纹鱼这些容易繁殖的,多也采一些放龟钢里,这样连喂食都不用操心了,东龟先生制作,谢谢观看。